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每日一字 這個是棉 棉眼的棉 棉眼的棉呢 我們來看它是 這個左邊是一個薄 不薄的薄 下面 這是金 那我們講過 像這左右兩邊的中間呢 就不要寫得太凹凸了 右邊是一個細 就是一個密布 上面一撇 這樣子棉 棉眼的棉呢 我們經常跟這個棉花的棉 這兩個字是混用的 那當然這兩個字如果說棉眼也有人寫成這個 但是實際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都混用了 好 那我們來看針對這一個 左邊這個不薄的薄 做一些連比 右邊的密字 底下這裡經常變成三點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都有漸漸的 大家在書法上喜歡做一些形式上有一些變化 所以呢 來看一下 類似 這樣子囉 來 我字 一樣 連比增加 好 帶過來 金 這樣 右邊 這樣 右邊 好 連比動作 然後我們說 這裡變成三點 擴大 好 這樣子比較有變化一點 那再來更省略的方式 就是 金的寫法就是 這一撇下來 繞上去 就不下來 直接繞上去省略 然後密布也省略 然後 就比較進行草書了 好 白也是一樣 這個白 白的草書 好 大家不要忘記這白字 我們稍微提過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 它 變成 當然這一開始還是一個白字的寫法 但是 待會就會演變成這種樣式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白 好 稍微動到了 好 看一下 先 先 開始寫個白 但是 這裡 有時候會繞 就是一個框框 因為就是 零件比較少了 增加面積 再來 這裡省略了 好 寫成一個小 就寫成一個密了 那一撇 省略了 而且沒有過去 直接折下來 好 再來呢 就是 張鳳虎這種寫法了 左邊 就變兩點那樣子 然後 當然沒有這個折了 齁 記住齁 直接再一撇兩點 代表白 然後 其他 這裡一樣 過來 再寫成一個小 連上面都不要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抬上去 左邊一個點 這邊一個點 然後 加重 繞一圈 再繞一圈 好 挑起來 一個點 帶到右邊 再一個點 刷過來 好 然後呢 當然 是 最簡單的 大概就這樣 好 然後 綿綿 或者 接下來 綿綿 我們可以這樣寫 這裡可以誇張一點 好 這樣造型上一些變化 好 大家參考一下 好 大家參考一下